现在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,都有着一个普遍的问题,那就是大多数人的腰间都有脆肉,这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,而怎么才能把这可恶的脆肉剪掉呢? 这篇文章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,教大家剪掉你的大腹片片,露出你的腹肌,想要剪掉腰部脆肉,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,就是一味的制作仰卧体作,卷腹等腹部训练,他们都认为这样就能够让我们的脆肉变成腹肌,殊不知这样其实对我们减肥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, 因为我们要知道,腹肌训练只是一个操作训练,属于无氧运动,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肌肉得到刺激,让肌纤维撕裂后变得更粗更大,而我们想得到的结果虽然也是露出腹肌,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挡在我们的面前,那就是我们的大肚子,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简直的问题了 我们的腰部脆肉,就是因为我们的体质率过高,脂肪太多而造成的,而我们所要完成的首先就是减肢,接下来教大家三招减肢的好方法 方法一,无氧训练,虽然前面说到无氧对我们的减肢帮助并不是最好的,但是在做无氧运动的时候,我们的身体也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,也在消耗我们的能量, 而我们知道减肢最大的一个要点,就是要我们尽可能的去消耗我们的能量,而无氧运动的好处不仅能够耗能,也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紧致 在我们减肢成功以后,肌肉会以一种更好的状态,呈现在我们的面前,而不是薄薄的腹肌 方法二,有氧训练,这个就更不需要说了,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减肢最好的就是跑步 而有氧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,达到一种最高耗能的作用 跑步,游泳,登山,动感单车都属于有氧 甚至一些健身方流行的健美操,舞蹈课都属于不同强度的有氧运动 方法三,饮食 只要说的简直,万年不会变的就是离不开饮食方面 确实如此,我们之所以会有腰间的准肉,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多 热量盈余,转化为了我们的脂肪处存在我们的身体上了 而简直七,我们要保证我们每日的饮食,所含能量低于我们的耗能 而且吃的东西滴油滴盐是关键 另外以高蛋白纯净的食物为主 注意荤素搭配,适当的吃一些水果补充维生素,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只要做好,以上三点,每天都去进行一定量的无氧运动 比如纸铁半小时到一小时 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一小时 然后每日注意自己的饮食,简直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切记一个问题,简直一定不能心慌,慢工出细活 只要坚持三个月到一年,你一定能够过得你想要的样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